大家好,中美爭霸威,大家好 這段影片播出是2月5日的黃昏 其實今天本來布林肯要訪華 但布林肯說中國有一個民用的氣球 是一個間諜氣球,侵犯了美國主權 所以就不來 說是延遲 但其實這個可能是取消的 不一定再來 這件事其實也挺搞笑的 整件事進去美國已經是很多天 但是突然間,星期四拿出來炒 一會兒會講完整件事的來論去脈 整件事會怎麼看 還有布林肯原本來中國是講數的 美國那方面又在媒體說 布林肯看到習近平的 最後什麼都沒有 究竟正在發生什麼事 一會兒說 除了這件事之外,要補充 伊朗被無人機襲擊 這件事 這件事應該要再跟大家說 再清楚一點 因為法國原來土耳其和阿塞拜疆 不是同一條船 土耳其沒有指使阿塞拜疆去炸 是阿塞拜疆和以色列合作 這也是很重要的根證 因為那時候的消息沒有那麼清楚 現在也說多一點關於台灣的事情 我們先進正題以後 請大家訂閱 何止江有壽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請你們每一天的12點 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OK,我們看一個專頁 他說台灣民意好將有點轉向 近期一項民調中回應 抗中保台真的是蔡英文的口號 較有利的只有25% 台灣已經洗腦洗了20多年了 這些台獨的思維 但是25%認為抗中保台是可以的 其他人就很反對 和中保台是有53% 就是說蔡英文的路線瓦解了 蔡英文政府一面倒 親美過頭 民眾擔心美國會把台灣變成第二個烏克蘭 危險致極 美國受台軍火環有180億美元 還未交付 製造武器都成問題了 出兵保護台灣笑話 即是這個專頁拿了一個民調去說 其實也真的看到一些訪問的 譬如說早幾天有個智庫 就說台灣可以捱到七十幾天 如果解放公圍攻他 但當地也真的有一些視頻 在抖音飛出來就說 當地的年青人問他 喂 你說能不能捱到 那些年青人第一個反應 說七天都難了 意思就是說 一群年青人是男生的話 我不去捱到的 我們普遍都不想去捱到的 我們不是烏克蘭 烏克蘭現在抽撞丁很離譜的 當然懷疑是俄羅斯的宣傳 但聽說有些瞎的都拿去收到 收到徵召書 都很離譜 但是 捱到女人 即是投降的有女人 有阿伯 即是67歲 這些應該是真的 即是說台灣現在面對西方 想把台灣變成烏克蘭 第二個烏克蘭 當然就是說 美國在台灣島內 是無法部署軍事基地 較早之前 奧斯汀去到菲律賓 就宣佈菲律賓會提供四個基地給美軍用 但是還沒用的 還沒開始用 美軍就會投資 但是究竟哪四個基地呢 傳媒就是說可能有四個基地 即是做到一個勢 就說我們美國 會談得到馬可思 會開幾個 基地 保護你 台灣 如果你大陸示弱的話 今年什麼都不做 那就真的菲律賓覺得你廢 就真的讓美國開四個軍事基地 去保護台灣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大陸 接下來一段短時間內 就打了台灣去 那菲律賓就縮了 菲律賓 我們上次說過 馬可思 訪問完中國之後 就立刻 就炒了幾個親美的參謀長 或者是把自己的國防部長都炒了 是希望穩陣一點 但是菲律賓又做一些試探 你大陸是不是廢的呢 你大陸廢的話 我為什麼要壓住在你那裡呢 所以跟美國有一些勾搭 說給一些軍事基地給你美國 但是還未真正落實 因為還未真正使用 起碼都要裝器材 要用的時候 那麼 在這個空蕩期 就是美國開始 運東西去菲律賓 去整那些基地的期間 如果你大陸打了 那麼菲律賓可以反口 是不是 就是你台灣那邊已經害怕了 是不是 這個民調就是說 不敢再支持蔡英文 再這樣玩下去 台灣的人都在縮緊 你大陸是不是縮緊 這個四星像像 早一輪一兩個星期都說過 就說2025年跟中國開的 那就是2024年年尾 選總統都隨時會開 四星級像像 他這樣說 即是說 預你 下年最遲到開 即是說 11月至2025年1月 即是說 美國總統選 或者是 換屆的時候 大陸打台灣的機會很高 那麼這個是我想 是說了出來 美國軍方不承認 但是代表著美國準備來打 美國準備來打就是聞到一陣子 你美國 在烏克蘭那裡已經蝕了張了 因為呢 俄羅斯的力量不斷加強 現在收到一些風 就是說 俄羅斯已經想到方法 破解聲鏈系統 因為很多時候 烏克蘭那些 上網設施 炸爛了 靠聲鏈去上網 但是現在呢 就有方法 破解了聲鏈之後呢 就可以 消滅烏克蘭的軍隊 所以 說烏克蘭呢 其實呢 有一些說法呢 我覺得 不知道真還是假 因為怕是戰爭宣傳 說烏克蘭已經有53萬人 陣亡了 或者可能你說陣亡也好 我當你計算 投降了那些人當陣亡吧 總之他不見了53萬兵 你召了100萬人 不見了一半 要麼是投降 要麼是死 這樣搞怎麼搞啊 我告訴你 我自己立場而已 如果你說大陸真的決定下年打 那我覺得呢 我之前的節目說 喂 不是今年就是下年打的啦 那他就說到 2025年1月啦 那所謂2025年1月啦 總統交班的時候 其實可能會偏助 那基本上呢 我講的話呢 跟這位死星神將呢 邁克米尼匡 是分別不大的 但我當然希望今年打啦 你今年打的話 喂 不用 啊 不用壞鬼 菲律賓 開放那些基地給美國佬用啦 你打了 見到你軍威了 就不敢咯 是不是啊 其實現在你台灣形勢呢 見什麼鬼話 陳建仁 就接任行政院長 但這傢伙呢 又是查回他的歷史呢 又是在美國讀過書的 現在呢就說呢 台灣那邊呢 安全部門呢 有一個負責人呢 叫做蔡明賢呢 又是在美國 富布萊特項目訪問學者 英國倫敦大學 國王學院戰爭研究所 博士班 那這傢伙呢 就一輩子都是學者 突然間調過去 做台灣一些安全部門的負責人 即是說呢 現在呢台灣呢 有一個烏克蘭化的現象 即是說呢 開始 美國是派他的人 要全面接管台灣 尤其是那些安全部門 那這些傢伙呢 可能一輩子都沒有做官 突然間 跳了去 接管了台灣的 負責戰爭實務 安全部門的東西 即是跟烏克蘭差不多 你大陸越拖得遲 就打的時候越多問題 等於呢 明斯克會議 你2015年 俄羅斯跟西方談好了 德國法國談好了之後 拖多幾年 打烏克蘭就很煩 因為人家已經報了陣 即是你越拖得遲 人家報的陣越多 就是這樣了 你說我喜歡戰爭 不是我喜歡戰爭 而是美國人一向都喜歡戰爭 你不去打台灣 那 別人美國就資助台灣 以武拒統 仗始終都是要打的 因為整個台灣已經被美國滲透得很厲害了 是吧 我不說這些 那我又去補充 伊朗那邊的東西 現在呢 總之呢 伊朗 好像是1月28號的晚上11點 就中了一些無人機的攻擊 那這個無人機的攻擊呢 其實就 損傷很小的 那就是 那 所以呢 不算說一宗很大的新聞 但是呢 因為 伊朗境內有很多阿塞拜疆族人 大約有十幾%左右 看維基條 我不跟你再去啦 阿塞拜疆呢 就有一些心思 就是說 如果伊朗 被肢解的話呢 阿塞拜疆呢 就可以擴張了 其實整個邏輯呢 就好像阿爾巴尼亞支持科索毓 因為科索毓人呢 和阿爾巴尼亞人呢 是同一個族 他們呢 有些大阿爾巴尼亞的 思緒 阿爾巴尼亞這麼小的國家 都想侵略蔡爾維亞 後來美國幫你阿爾巴尼亞 侵略了蔡爾維亞 就拿了一塊科索毓出來 同一道理 阿塞拜疆也有過這樣的幻想 喂 如果你伊朗碎片化的話 阿塞拜疆就可以在這裡 開一些假的國家 就實質擴張了 阿塞拜疆和土耳其 原來呢 就 在攻打伊朗這件事呢 不同 因為呢 其實土耳其呢 最近呢 就被西方呢 限制這個 關閉了幾個領事館 我去數 美國 德國 法國 意大利 英國 西方五大強國 一起關閉領事館 另外呢 還要計算呢 就有比利時荷蘭 這些呢 全部都是北約國家 那麼這七個北約國家一起關閉領事館之館呢 加多兩個非北約國家 就是瑞士和瑞典 九個國家一起關閉領事館呢 就令到土耳其呢 沒有辦法接收西方的旅客 因為呢 哇 你突然間 關閉領事館呢 原因就是 美國說 他們收到情報 會在土耳其呢 發生一些恐怖襲擊 針對西方旅客 這個呢 很流氓的 你真的說 你美國 隨便說些東西 說 西方旅客進入土耳其不安全 直接就關閉了九間領事館 令到呢 西方旅客說 哇 那我萬一在土耳其有事 沒有 我自己國家的領事館幫我 那所以大家就說 唉 算了 想著去旅遊的不去啦 那樣 土耳其呢 就很生氣了 就是說呢 你打擊土耳其的經濟 那土耳其呢 就這樣 就叫了九個國家的大使 就差不多用粗口罵他們了 其實可以說呢 土耳其呢 一向都比較貴一點的 但是 我相信土耳其呢 就沒有資助 沒有跟以色列合作呢 攻擊伊朗 我估計是這樣的 而且呢 你看這個世界觀呢 土耳其就五月將會有總統選舉 估計呢 埃爾丹安贏也不難的 但是呢 你看無線的世界觀呢 全部黃絲美呢 就會希望埃爾丹安輸的 哎呀 那些獨裁者下台就好了 這樣 這個就是TVB的仆街 黃絲 你說TVB 不黃 TVB實質很黃的 新文部 你看世界觀是看到這些味 就是說呢 土耳其呢 就不 跟以色列的關係呢 很差的 但是 阿塞拜疆呢 就對伊朗 竟然有野心 因為阿爾巴尼亞試過嘛 這件事情呢 令到伊朗呢 受到 那個叫伊斯法行的地方 中了招 就是那些無人機的工廠中了招之後呢 他就不敢反擊 因為呢 以色列可以說 喂 我沒有做啊 阿塞拜疆做而已嘛 是不是 其實以色列要做到呢 都要美國幫助 這些行為 可能代表著美國 和以色列 就實質 叫了阿塞拜疆做的時候呢 也很多支門啊 那件事情 但是呢 當中裡面呢 因為規模太小呢 就警告你 伊朗 不要再提供導彈 因為我們西方呢 有些頂不住 現在呢 又收到另一個消息了 就是 壞鬼呢 這個朝鮮呢 會派呢 大約是500個士兵呢 志願兵呢 會進入烏克蘭 那說就500了 如果拖下去的話呢 可能呢 可能呢 會拖下去的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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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拖下去的話呢 北韓會更加多的士兵進入烏克蘭 那就是說呢 北韓和伊朗呢 就全力支持俄羅斯 受到攻擊之後呢 基本上的主要動作呢 就加碼支持俄羅斯 就是這麼多了 但是呢 呃 伊朗呢 就有 增加了軍隊呢 包圍了 即是怎樣說 在阿塞拜疆附陣呢 增加部署的 我就知道 所以阿塞拜疆呢 跟伊朗之間呢 關係呢 是比較差的 因為呢 以色列呢 就在巴庫那裏呢 弄了一個情報中心的那類東西 所以伊朗很不妥 甚至呢 現在阿塞拜疆完全 放了無人機進去炸 但是呢 大家呢 都是禁住不敢動 因為呢 如果伊朗打了阿塞拜疆呢 線上有個不好處的 就是除非伊朗滅了阿塞拜疆 滅不了的話呢 伊朗和俄羅斯的陸路呢 就沒辦法經阿塞拜疆打通的了 所以呢 這個是伊朗呢 被攻擊之後呢 就停了手 沒有還拖的原因 那麼呢 現在呢 相信呢 大陸和俄羅斯呢 都找了很多人跟阿塞拜疆說 以色列給你多少錢 我們一樣有錢而已 你用什麼要跟以色列合作呢 這些呢 就慢慢倒數 就希望就不要用拳頭解決它 做厭仔的問題 可以用利益利誘而已 這個所以就先講到這麼多 那就講回波的問題了 原來 波應該是主線的 但是呢 現在拖了那麼久吧 但是什麼都好 那個波就是這樣子的 在中國的西北面 也就是大約近新疆 或者是甘肅的地方呢 那波起飛 那就慢慢來走走走走走 走到經過了 阿拉斯加又不出聲喔 起碼十日八日前 就進入了阿拉斯加了 如果你說阿拉斯加沒有核彈基地嗎 没有军事秘密吗?当然不是 阿拉斯加是摆满了美军的军备 但是为什么波约经过阿拉斯加 美国不发癫呢? 接着过了阿拉斯加 就进了加拿大北面 进了阿拉斯加 然后去到蒙大拿州 就开始发癫了 但是 之前经过阿拉斯加 也经过美国 原来这些波是常常有的 有一个说法 美国国家韩语局 2016年做了波 波就到处飞 这些就是红色那条线 飞飞下又在乱兜 兜了去纽西兰 澳洲 又兜过南极 又征过智利 阿根廷 那样 美国的波完全不理人家的主权 周围乱兜 搞了46日 美国的波自由侵犯人家的主权也可以 现在中国这个波 我其实都傾向相信民用的 因为你说间谍用途都不敢说完全没有 美国都玩过 美国做到的波 中国做到的有什么奇怪呢 那波飞得很高 最高是三万米高 有时候跌低一点 一万八千米高 不是一尺 是一米 差很远 有一万八千尺 是四万多米 四万多尺 我告诉你 那波是很高的 那中国这个波很高 那美国也做过这么高的波 那这些波没什么特别 有没有间谍功能 那你说美国当年都可能有间谍功能呢 那这样 都不奇怪的 那但是这个波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可能是间谍功能 可能是科学监察 可能是民事、军事 都一起来用 你说中国这个波是不是间谍波 我真的不敢说不是 或者不是 那中国就说不是了 但是美国就说我怀疑你是 那就是各执一辞了 那但是问题就是 原本的波呢 可以说是真的 无关痛痒的 应该 飞到这么高 喂 如果波飞到三万米 去看你美国的军事设施 那平时 不要说是波啦 那卫星一样是经过的 是不是 那卫星的监察能力更加厉害 是不是 所以美国军方当初是 是不愿意打这个波 但是听闻呢就是说 民间呢就先发现了这个波 有一个说法 就是我这些要再查啦 但是平局 真的说呢 民间发现了这个波 放在传媒里面 所以呢 美国军方呢 迫着就要很留意 就是说 哎呦 我们美国 继这个的 啊 这个的 偷襲珍珠港之后 第二次 上一次是911 今次是第二次 给一些敌对势力 去入侵我们的领土啦 这样 现在的层次是说到这样的 就是因为民间呢 和一些传媒拿来炒 没有东西做 那究竟是不是 布林肯都 都希望他这样做呢 因为其实布林肯是随时来不了中国的 因为中国那边的说法是说什么呢 我没有答应过你来啊 我们官方是没有宣布过你有这个访问的啊 如果你是说你这样说 那我中方尊重你这样说 但是我没有说你一定来到的啊 就是说呢 大家有个初伤 大约都知道你布林肯可能2月5号来 但是呢 当中里面大家有些事情谈得不是很妥的 所以中国不肯 confirm 他2月5号访华 布林肯可能就 借这个波波事件呢 知道中国可能是不想他去 或者推迟他 或者想方法羞辱他的时候呢 就借这个波到台 就是现在我怀疑是这样 那最后呢 这个波呢 就打下来的了 在昨天呢 2月4号呢 美国时间下午2点多 那其实美国下午时间2点多 等于香港时间 2月5号的凌晨 那波总之打下来 是用F22的 发射了一个呢 叫做AIM-9X的响尾蛇导弹 那这颗导弹呢 最低价钱是50万美金的 但是怀疑这个波呢 就值2-3千元美金左右 那他就 其实可能 美国军方就说 那波 唉 大哥 你就算间谍 都是质素 你明不明 那波呢 为什么一直都查不到呢 因为那波呢 可能是用太阳能 跟着呢 里面呢 可能金属的东西不多 热能的东西不多 那我当它有金属了 没有热能 所以雷达探查不到 那波又飞得慢 又没有热能 就探查不到 所以一个这样的波呢 里面可能都是没有什么的 探查能力有限 不是那些无人机那类的 所以呢 美国军方不想踢他下来就是这个意思